越受到氣候的影響 香蕉的產量減少 導致價格大漲 一公斤從三十元飆漲到五十七元 平均一根香蕉超過了十塊錢 連帶讓香蕉製品的價格 也水漲船高 像是夜市的知名美食 巧克力香蕉 一根就從三十漲到三十五元 而香蕉蛋糕 更是一口氣漲了四十塊錢 美味的香蕉是臺灣一年四季 都吃得到的水果 不過去年底開始的連續寒流 導致香蕉慢熟 果園的產量幾乎減少了一半 造成香蕉價格大漲 零售價從一斤三四十元 漲到五十七元 平均一根香蕉超過十元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一倍 一倍 香蕉價格居高不下 也連帶讓香蕉製品跟著起漲 知名的馮甲夜市美食 香蕉巧克力 過年後 每根從三十元漲到三十五元 漲幅接近兩成 而高雄知名的香蕉蛋糕 從一百六十元漲到兩百元 漲幅更高達百分之二十五 消費者大呼吃不消 溫度回穩以後 這個產量就會增加 很快價格就會趨於穩定 香蕉價格在國內始終起起落落 漲價時 膠農必須睡果園 防止小偷 疊價時只能整車再去餵豬 膠農和消費者 現在都希望天氣快點變暖 讓香蕉價格回穩 萬一百萬元 時間快點 已悠々 但必要不自然 稍稍 消費者